我就挺有趣的 我们用了前半生的时间都会准备 没有野心 我是最大的野心 对自己的要求其实真的挺苛刻 简单 演员 普通人 Hello大家好 我是罗敬 我的新电影《灰烬重生》正在优酷热播 十年悬案只等一个真相 我们开始吧 他们都该死 他说我们没有错 没错 是不是你敢了 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有趣的故事 我就挺有趣的 参与问题什么问题来 什么我刚刚说的什么来着 啥玩意 再问一下这个问题 面对不同的题材和背景 你会有什么不同的标准吗 你对哪个类型的机会有信心 嗯 我对哪个系的类型 我觉得 都没有信心 都没有信心 但是又都有信心 这个电影的背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那个年代的你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个时候应该算是一个 青春叛逆期 然后慢慢的逐渐开始去 接触到这个集体 这个社会的这个过程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当然会怀念 没有谁不怀念这些乐趣 不管是好还是不好 我对很多事情其实都会 要求相对来说 比较苛刻 尤其是在工作方面 但我就是对自己 对自己比较苛刻 那是有种 就是主菜的等于这边下来 以下去以后 然后突然 画面如果固定 然后我的脚一出话 这个时候进来 每天都在医院 跟当地的医生在一起 然后看着他工作 然后每天一起上班 然后跟病人接触 这是必不可少的体验生活 从网动的偏执也好 完美主义也好 细节也好 首先你要能够去理解它 才能去做一个表达 这需要你作为演员 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积累吧 我觉得最终把这个积累 然后再套应在这个角色身上去 其实所以说 对于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准备 我觉得其实是 我们用了钱慢生的时间 都在准备 你给自己在灰烬虫声里面 表现哪几分 我自己给自己打分的 我基本好像不太会打 因为我如果一旦打分的话 就低到吓人 因为对自己的要求 其实真的挺苛刻的 我觉得很多的限制 其实是自己限制的自己 只要你敢想 只要你敢做 一定能够好心 你希望大家提起 演员罗静时 最先想到的三个关键词是 简单 普通人 免败 就是一部戏一部戏的拍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积累自己的经验 然后庆幸的是 我觉得 我做的哪一件事情 我都会后悔 而且我在过程当中 也学到了很多 也想出到了很快乐 没有什么学会的别心 也不会认为别人说 我没有野心 所以我就开心或者不开心 因为野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就是有的人有野心 但是这个野心太野了 他可能就打不到 那也许有的人没有野心 但是好像没有野心 又是最大的野心 以后我会多拍电影 这个事谁能说得准 但是我觉得 跟着自己的内心走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归进重生》里印象最深的一句拍词是 这十年您爱不懂 听说你这次为了拍戏 受了二十几张分享一下您的解决攻略吗 减少脂肪和热量的摄入 安排定量的氧运动 电影会尽重生选择了晚播 而不是在电影院大萤幕上播出 你会不会觉得有遗憾 没有遗憾 不管在什么样的载体上播 只要它能够让大家看见 我觉得就一定会起到它的作用 比如说能够启发到一些人 比如说能够让一些人受感动